好了 是不是搞定了? 好 去到錄音箱 好 我先檢查錄音箱 應該可以了 好 非常好 今天講的話 講回教育 因為這件事都關顧了很久 在英國裏面 其實那個情況和香港有些不同的 就是說我們對於那些學生 學童的安全是怎樣看法的 我最近和一個在香港裏面做特殊教育的朋友聊過 他有一句話說得非常有啟發性 他說香港那邊就是減減 減去了一些不應該發生的事情 純粹是將有害的事情移場就算了 但是在英國的保護學童的安全 這個保護學童的安全 它是加加的 除了將不好的事情移除之外 它還要營造一個良好的環境給學童 在當中生活和學習 所以其實它的做法 全面和正面的香港那邊是非常多的 大家就不講一問了 其實英國裏面的所謂的保護學童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說了學童 通常都會提到這個字的 這個字其實是意味著什麼 和為什麼會有這個做法出現呢 我們今天就用少許時間來 去高虎一個PowerPoint 都用了一些時間去做的 希望大家可以從中拿到一些想法 那就分享個畫面先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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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因為有朋友做過相關的訓練 他就給了一些資料給我 就可以用大家分享一下 看不看到 嗯 對了 Safeguarding Safeguarding 其實很難譯成中文的 姑且稱之為保護兒童安全 這樣 那就 好了 等一下 那雖然剛才說 Safeguarding這個字 就是教育教經常會用 但其實呢 逢親是涉及到 Children Children這個詞 在英國裡面的定義 就是18歲以下 都叫做Children Teenager都叫做Children 就是法律上面 他用了這個字 叫做Children這個字 那就 逢親 跟他們有任何的 接觸的行業呢 都是需要 Apply Safeguarding 這個概念下去的 所以Education 那裡也需要 我特意找了一個網站 NHS 就是醫療的 National Health System 他們都需要有一個 Safeguarding的 Policy 在這裡 用這個來看的話 更加是看到 他的政策的全面性 因為他教育也需要 醫療也需要 其實他針對 如果以針對的人群來說 他主要針對兩班人 介入界都是這樣的 第一班就是 Children 和Young People 就是18歲以下的那班 第二個呢 他這個稱呼為 Adults at risk 大陸界應該叫做 Vulnerable Adults 就是一些18歲以上 但是缺乏治理性 或者容易受傷的成年人 包括一些叫做 Physical Sensory and Mental Impairment 就是肢體殘障 視障 或者是精神上面 有些不足的地方 甚至乎是有些 Learning Disability 就是我們香港叫做 SEN的人 SEN 就是 香港就是這樣 但是這裡 英國 就叫做SDNB 加上Disability 這就是英國的處理方法 通稱來講 就是英國NHS 保護弱勢社群的政策 不單止NHS 就是所有 關於SEN 都是服務這兩班人的 就是Child 和Adult at risk 就是 虎餘 可以這樣說虎餘 虎餘 身體有問題 不能夠 治理能力欠佳那些 都是會被關顧的 那什麼人需要被訓練 去做SEN的人 就是 接觸以上這些人的 所有仇身的人 都需要去做SEN 所以下面你見到 那裡 我就選了 All staff All staff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ave children and adults at risk or abuse or neglect in the NHS 所有人都需要的 所以哪怕是 就是以我所認識的例子 就是 就算你去學校裡面 每天只要去一個小時 做那些 就是陪伴的AED 就是陪了小孩吃飯 你都要請專人的 哪怕一個小時的話 你都需要做Safe Guarding 的Training 和Make sure 它通曉了所有的例子 所以它是嚴到這個地步 好了 下去了 好了 這裡就簡單一點 就是做了一個SUMMARY 就是 其實是怎樣去Safe Guard 那些人呢 這樣 分了三類的 一類就是 剛才所說的 Child 18歲以下 最後那個就是 Vulnerable adults 18歲以上 但是有各種的 可能的問題 最中間 就是中間那裡 還有一個 原來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個 普遍的 但是我朋友給我那些 教育的Training 裡面 就有這個Category 就是一個 Unborn Child的話 其實都涵蓋在這個 Safe Guarding Procedure裡面 是的 如果你譬如說一些 家暴 瘀酒 各樣東西 影響到懷孕的話 其實當局是需要介入的 來保護它 所以 就算這個 生命在法律上 沒有一個人的話 其實 Safe Guarding Procedure 都會涵蓋到一些 就是華人中的 就是那些 悲胎狀態的 人 Unborn Child OK 下去了 好了 那就 這裡就清楚 告訴你 為什麼其實是 需要 等一下 為什麼是 那些 Child 身邊的人 需要做Safe Guarding 原理很簡單 就是說 其實這些人 本身是 需要別人去照顧他 還有 一些是他信任的人 他 Rely on the very people who cross the arm 這些小孩 其實是不懂得去 去出聲 因為這些全部都是 跟他有親 有親的人 就算教師 都是一種關係來的 所以其實他是 Depend on 這一幫人來照顧他的時候 就算受傷害的時候 他不敢出聲 所以就必須是 要由身邊的人 包括老師 校長 各種的社工 來提示 來把問題 去找出來 然後去保護這幫人 所以從中你會看到 為什麼 這個 學校施生戀 是不被接納 甚至反對呢 因為你是 濫用了 學生 或者家長 給你的信任 而發展出一些 不屬於教學的行為 所以 這個必須要是 事實制止的 如果是這個 保護家庭的行為 所以 這一張 就是一個 訓練底下 就是 一個問題 就是他問你 如果 這個狀態發生了的時候 這個狀態 是不是一個教師 接受的行為 呢 這個什麼狀態呢 就是說 一個同事 他告訴你 這個男人 是一個 他跟一個 他17歲的女學生 發生了性行為 是不是一個 appropriate 他當然是不合適 但是他要解釋 為什麼不合適 因為在英國裡面 16歲已經是一個合法的性交年齡 嗯 16歲 但是18歲呢 就是 adult 那就是半句話 那16-18歲 底下呢 其實他都是屬於一個 學童 兒童的範疇 他還是跟一個 老師關係的話呢 屬於一個 他一個 需要信 一個 relation of trust 的關係 所以呢 你是不可以搞 16-18歲 這些學生 是啊 那如果你 畢業之後 你再跟他有什麼關係 就另外一回事 但是那個狀態底下的話 16-18歲呢 依然在法律底下 是一個 safeguarding age 你是不可以 碰他一條毛的 那這個是有法律上面的 依據 你是必須要遵從 好了 那這張圖呢 其實你就隱約見到 他就問你了 其實哪一些人 是需要去做safeguarding呢 那後面有幾類的 parents or carers teachers and volunteers social service care workers health workers strangers passed by laborers 那如果你覺得 最後那類不需要的話呢 這個題目呢 因為這條是測驗題目來的 那你就錯了 那其實就剛才說過 是所有人都需要 那所以呢 跟這個學生 有直接關係的人 固自然是要做safeguarding training 但是我們都要提醒 或者提高一些 全民的意識 就是說如果你假設你經過一個 女生 或者到一些學童的身邊呢 見到他有異常狀態呢 其實你都需要介入的了 你要問他 咦你是什麼事啊 你要主動關心他 就是一個有質素的英國人呢 是需要 當你見到 學童有狀態的時候呢 是要及時的介入 這個也是safeguarding的一個精神 所以這裡呢 他就 解釋給你聽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就是說safeguarding is everyone's responsibility 總之是英國人的話 你就需要的了 所以這個就是 他會提倡所有人都需要讀一讀這個 相關的法例 那為什麼要這麼嚴呢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 英國人做事是什麼狀態 這個我們不需要多說了 所以是出了事之後 才有這個safeguarding的法例的出現 那這個事發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距離我們24年前 那就是一個在橡牙海岸 就是移民過來英國的一個小女孩 那就是幾歲而已 那叫做Victoria 那就是99年的時候 移民了過來英國 第二年死了 那為什麼會死了呢 就是他來到的時候 他跟他伯母住 那就是 他死了之後才發現 原來他是 是這半年裡面呢 是被他的伯母不斷虐待 又用煙頭捏他 又用騰 不是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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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單車捏來打他 又被人綁起來 其實身上呢 是經常有明顯的傷痕的了 但是死了之後 原來他跟他接觸的很多人 包括社工 包括是警察 包括是Healthcare的Professional 其實都已經接觸過他 但是沒有將他們見到的狀況 匯報上去 來及時制止這個悲劇發生 所以這件事呢 其實是搞得很轟動 結果要開庭 來到去審議 然後呢 法官就說呢 其實中間經歷了這麼多錯 都沒有人發現的話呢 其實必須是要徹底地去補救 他就說 和核實力者接觸的人的話呢 其實全部都有責任 所以這些人呢 以後都必須要引入這個 Safeguarding的概念 那由那時候開始呢 才衍生出一些東西 那由那時候的話呢 就出現了三部的法律 根據他所說的 Documentation 很快就帶我 一部就叫 Every child matters 那就是要確保呢 每一個小孩都要 Be healthy Stay safe Enjoy and achieve Mak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Achieve economic well-being 是啦 就是說不單止是他那個 就是免受 就是藥代 是要他身心靈 用回我們身心靈這個字 都需要健康的 那這個就是整份文件的精神 嗯 第二個 就是引入一部的 Children ads 引入一個概念 這個就是減減的概念了 就是要將他那些 就是有可能出現的傷害呢 全部要清除 嗯 所以哪個人 遇到這些傷害的話呢 都必須是要去處理的 那這個就是 Children act的精神 嗯 最後一個 就是叫做 Working together to safeguard children 那這個就是引入 他那個 Everyone的概念了 就是說所有人呢 都必須是要被動員 來到去 就是要把小孩的健康 福祉放在一個第一位 有什麼問題 就要馬上去處理這樣 嗯 好了 那這裡有個列表給大家看看 就是如果大家一會兒看完直播 又覺得有需要的話呢 可以再重溫的時候 pause它去看一看 那就是說 一個小孩有可能出現的狀況呢 其實法例上面已經寫了在那裡 那你就 那身邊的人做save家庭的話呢 就要有這些概念 到時候有什麼事情發生的話呢 就要去匯報的了 譬如我們很快的逐點去看看 第一個 他有沒有什麼 Health condition 這個大家可以理解 第二個就是有什麼special needs 你要馬上sport到 來給他支援 第三 Mentally 他有沒有需要 第四 他是不是一個幫人臭小孩 就是十多歲已經需要care 人家幫人臭小孩的話 可能會有一些 譬如沒有時間讀書啊 他自己被人所不照顧 這些事情都要去關顧他的 然後他有沒有一些反社會的行為 這個其實是 當你在英國裏面做教育教育的話呢 其實他要引入一個概念叫prevent 你這裡沒有說我們 防範 防範制止與什麼 沒錯 基本上是用國安概念 沒錯 其實為什麼說這麼多次沒錯呢 就是說其實這個prevent 就是直接與國安有關 就是說所有的反恐的概念 都要有prevent 這個概念 就是他英國怎樣 definite 這個字呢 就是所有違反英國 價值觀的東西都叫做恐怖主義 好像是不是說 那些教師要負責去identify那些人出來 沒錯 還有prevent是一個機構來的 你上網去查一下 那你就可以上網上去 就會 譬如說有些個個案 你處理不到 你就要去prevent這個網站裏面 尋求支援 由他出手來去搞 有沒有懲治啊 就是如果有三部曲 就是國安法 防範制止和懲治 可以再看一看 所以其實他就 就是已經做教師 或者任何和小孩子接觸的人 都已經有這個concept 就是如果小孩子 已經表現出一些 就是有恐怖主義的跡象的話 你就要怎樣處理啊 那你就要有這個concept 好啦 接著要說如果經常缺貨 那你發覺 咦 可能有些問題 可能家裡有家暴 那你又要處理啦 然後就是 經常擴貨 suspension 你又要處理啦 那這一點重要 modern slavery 那一些被性虐待的情況 那你可能又要處理啦 即現代奴隸制 現代奴隸制 現代奴隸制有啦 下面還有一些可愛的case sorry 不要用得意 sorry恐怖的case 因為這些不是可愛的人 這些全部要嚴肅處理 sorry 剛才我口誤了 那就 有沒有些人是radicalize 被人是exploit了 那然後就 有沒有些人是 就是 家裡邊是有問題 是 就是 custody 就是被監管 那都要處理啦 那然後就 是啊 有沒有些drug alcohol的missuse 那然後就 再美二一個了 美二一個其實都 早兩天我才出了一個post 來講 就是刺針裡面 就是說原來呢 其實在英國裡面呢 現在印度可能少些 但是聽說非洲裔的學生 就是有一些叫做 就是 女性的被淹 被國禮 還有一些false marriage 那如果你發覺到 有這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就要馬上去匯報 最後一個點 其實我不太明白 就是私生子 有什麼問題呢 如果大家想到的話 就可以告訴我 私生女 我明白 長腿叔叔那些 哈哈哈哈哈哈 又對 就是工具快了 肉成啊 這個 肉成 剛才楊老師說到這裡 我也發現到 就是如果 某一些族幼 或者來自某一些國家的家庭 可能因為他們的傳統 很文化 甚至是他對性別的關係 不是那麼平等 特別是一些女性的一些小孩子 其實是很容易會變成 受害者 很容易會中其中一群 譬如說 我想我在那裡 其實新聞都有報 就是 直到是巴基斯坦 那他一家應該是 他不單是家人 甚至是他的親戚 那突然間 有一天就是 他整天突然間全家 回到巴基斯坦 結果就被人發現 然後就說有個死了的小女 在家裡 那 原則也都要動到英國 那邊 就腰圖引導他 這些家人 回到英國 那他們結果家人都回 結果他整家都回來了 然後應該是 應該是抓了 然後就開始審問他們 這樣的情況 那 那 因為在那個局勢發生 甚至是會有連過 在一些公眾地方 譬如說火車門外 是連過一些海報 叫我們的居民留意 這件事 或者有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一些詳情 就是警衆那類的信息 吳博提了一個概念 就是說一些外國 因為英國已經變成一個移民國家 所以移民傳入來的文化的話 其實你不可以不去融入它 但是哪些文化要融入 哪些文化要小心處理呢 這個就是一個藝術 剛才我剛才說的 我出了一個post說什麼 我驚討一點點 就是我在說村被還 很多印度婦女 其實在英國裡面 會村被還 這是他們的文化傳統來的 一種美的象徵 如果這件事發生在香港的話 就一定會被教長投訴 第一 會請一個印度的女人回來教書 第二 為什麼那個人會村被還 這樣教壞孩子 但是英國的話 是沒有可能發生這件事 因為其實很多教師 除了文室之外 的話 村被還的人都是一個很普通的做法 這件事都是 這件事 這件事我都說回 因為以前 譬如我讀那瑞 會是你那些中學 以前我們真的有一個 印度裔的老師 他是穿傳統服裝的 那你知道傳統服裝 其實那些沙是會少少走光 土腩那些位置 還有那些男生好像前世 不是啊 就會有一些很強的 不是心理反應 不會不會的 就是很強的一些眼神 那些 但是當然現在 當然我想現在就真的少了很多 你現在連外籍教師都沒有什麼 香港應該少了很多 對 但是我的年代 可以有機會 在這間廠裡面 有一個非華裔 非香港裔的老師 其實都挺有趣的 嗯 郭 講回這件事 剛才說村被還 其實如果你是一個自己的文化 是自願去做的 那當然是可以接受 但是我想也要提到一件事 或者我剛才說的書 也有說到 就是說 要防範這件事 就是當社會是多餘文化的時候 當我們說我們要保護 社會上不同的文化的時候 也要防範一件事 就是 究竟在某一個族群 某一個文化裡面 那些個別的成員 他是不是會被迫 被接受某一種傳統 就是例如村被還 假設村被還是被迫的 那這件事其實是不能接受的 真的 所以其實你上網上面 Amazon有相當多村被還的廣告 我想英國裡面就不存在被迫 被迫這個只是一個例子 一個假設的例子 因為等於耳環一樣 其實他們對於鼻和耳 就是每一個民族都有一個身體部位 它會用來穿的 波民是怎樣穿的 我想英國裡面 我看到一個例子 就穿得很密尺 就是鼻有兩邊 它就會在一邊的鼻那裡 它不是穿過鼻樑 就穿到旁邊那裡 一個很幼的環 你基本上見不到 鼻樑變成牛牛的了 是啊 其實鼻樑有幾種穿法 我發現 第一就是眼頸托這個位 又可以穿得 接著呢 鼻孔中間那裡 那個直位 這裡下面 又可以穿的 那這裡就比較少一點 就好像牛魔王那樣穿 在鼻最豐盛的位置穿 就比較少的 很害怕啊 是啊 甚至乎呢 我研究過呢 如果你在鼻的一邊穿的時候 其實去到一些隆族的場合 就好像那些人授紛那樣 就只剩一條這麼大的鎖 在椅子裡跨過來 然後穿到這一邊 其實挺漂亮的 但這個我就沒見過 我只是見過一些很幼的鼻環 甚至乎你不走近那個人的室邊 你是見不到那個鼻環的 就是這樣 所以有孩子在這裡讀書的話 有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去接課的時候 去看那些老師 看看他們的裝束是怎麼樣 所以有時候也看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就是這樣 好 有沒有補充呢 沒有啦 沒有啦 好 那就下一張了 好了 這個也只不過是進一步解釋 就是說他們什麼的罪犯 或者什麼的罪犯呢 其實罪犯有兩個解釋的 第一個就是已經發生了罪犯 可惜罪犯 這個是你必須要處理的 第二個就是 有可能防止罪犯的事情 你不去做 這個也已經是罪犯了 所以這個就是解釋 為什麼 這裡我們說它有一個加加概念 就是 除了你要必須把已經發生的事情 來清除之外的話 你要預防它發生 這個其實它的概念就是非常的成熟 好 那這張其實就給大家一個感覺 就是那個新入職的教師 或者新入職的教學人員 幫你長時間跟學生接觸的時候 它的訓練去到什麼仔細的地步 那這張就是它給兩個人體的圖會來 就要分辨哪一個是自然受傷的可能性大一點 哪一個就是人為地 被人拘捕造成的傷害大一點 那大家怎麼看 左和右哪一個是哪一個呢 which is which 有誰想問 手手腳腳就是這個左邊那個 魚的位 哪一個是自然 哪一個是非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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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邊應該是自然 不是你手腳會跌倒的 是 那個解釋的 是 那個解釋那裡已經解釋到的 左邊是自然 因為其實那些位 其實是你依困的 是外路位來的 但是右手邊那個就是 那些鬼鼠位 就是隱含了上來的 比如說頸位 那個 就是那個 那個 那個叫盆骨位 盆骨旁邊的位 那些位很難傷的 但如果那些位傷的時候 那個被拖除的可能性 就會大一點 他就要教你 要識別不同的位的重要性 你知道英國人的 有很多話要說到出口 所以他就要做一個圖 給你 知道哪些位 是容易一點 代表著一個科學 好了 這個也有教你 怎樣去 其實當你有可能接觸到個案子的時候 其實你要馬上代入角色 你怎樣去套取口供 任何人都有可能要做得到 因為其實他找得到你來去傾訴的話 就代表著他信任你 那你就必須要做一個 就是做一個 就是 新聞和記錄的角色 你就馬上要做的了 你馬上要代入角色的了 所以為什麼 所有跟實在接觸的人 都必須要做 save cutting的訓練 就是這樣 他就教你了 怎樣來跟他 去問他 他就第一個要決就是 你千萬不要問一些所謂的 leading question 比如說 假設他告訴你 他被人性侵 你就不會說 是不是床上面發生的 是不是這個睡房發生的 你不可以給這些資訊給他 你只能夠問他 就是哪裏發生 哪裏發生 哪裏發生 你更加不可以問他 說 是不是爸爸來搞你 是不是你爺爺搞你 是不是你叔叔搞你 就是你不可以有這些 有這個 不動性的問題 只能說neutral的問題 open-end aggression 誰搞你 他怎樣搞你 然後要由他一口 來把資訊來提供給你 否則的話 你那份口供 或者你得到的資料 就有可能有bias 那就會影響到那個case 那個處理的情況 好了 那這裏呢 就進入到一個 很英國化的 slave guarding的概念 好了 這裏是另一個例子 給大家去思考的 就是說 其實當你做training的時候 他會給一大堆scenario 問你 你相關的行為 是不是一個恰當的行為呢 這樣 好了 他就說 你作為一個career 老師也好 什麼角色也好 他就說 你見到一個學生 或者一個小孩 那就是去你的社區中心 假設你的社區中心 那就是 那就是站在外面 那那個小孩呢 就在哭著 那 而且 站了很久 來等那個 就是 她的父母 來接她 那意思就是 父母 很久都沒有來到 那就是在哭著 那你呢 你去抱著她 然後嘗試呢 就是想去給她一個 就是想載她回家 那她問你這個行為 對不對 原來這張片已經說了 我一會兒 對啊 已經說了 但這很有趣 如果你說 照顧者是女性呢 那會不會相對 觀音上面覺得 是較為易接受 你不知道那個小孩有什麼想法 可能她是LESBIAN 嗯 或者相關的東西 所以她就說 你沒有任何需要的時候 或者你沒有任何 正確的理由的話 你是不可以抱著那個小孩 你不可以有這些 生物的行為 所以其實呢 就是這裡的 所以人家說 這裡的私生關係 比較疏離一點 就是 香港 那些學生比較熱情 可能他 他帶你肩膀 或者是 那些女學生 可能會 觸碰你的手 那樣 其實在香港 都OK 就是可以接受的 這裡嫌不過香港 這裡呢 就是絕對不可以的 絕對不可以 沒錯 是很容易出事的 還有一個個案子裡面 還有另外一點的 就是Give her a leave form 這個更加是一個大忌 就是 你是不可以隨便 送任何學生回家 因為車上只有你兩個人的時候 其實你發生什麼事的時候 你是 水勢都不清 除非什麼時候呢 譬如說很大雨 就是你不可 就是見到它在淋雨的時候 你覺得不可以 不可抗力因素 這些真的 是的 所以就需要一個很 很正確的理由 你才可以這樣做 還有做完之後 你要馬上去嘗試回報 是的 它明文規定的 所以這些就 必須要跟規矩去做事 它是延了一個這樣的地步 大家看完這張片片 我覺得很奇怪 我不知道 好像只是英國四個 其實歐洲國家 我不知道法國還是其他 歐洲國家有沒有禁嚴的規例 這個真的要研究 這個 因為我做了一個公司 曾經去過 全家公司的人去荷蘭去開會 其中一天就懶下做義工 有些同事就去了 幼稚園或哪裏做義工 要跟小孩接觸 其實在英國就絕對不可能發生 因為你沒有保障家庭的批准 但是你在荷蘭就OK 完全沒有預先批准檢查 所以我就懷疑這些這麼嚴的 保障家庭規則 不是只有英國才有 其他外出國家都沒有 我也不知道 你應該問 那邊有沒有保障家庭 有沒有保障家庭 什麼叫做appropriate touching呢 譬如說這些傷殘的學生 你不可以不扶他 不抱他上床上面 你作為一個看護者的話 就必須要做 這個就是你做之前 你要讓他知道 我要碰你什麼部位 你要讓家長知道 我會怎樣碰他 我會怎樣碰他 你要講清楚之後 你就知道可以做相關的動作 所以就算是普通的touching的話 其實都是一個充滿著 safe guarding 甚至是充滿著政治的行為 如果你問的 好了 另外就是 跟大家說一些 一些 剛才沒有行過的個案 順風車說了 這個可以不用說 好了 手機拍照 在英國裡面可以嗎 你用相機 用手機來拍攝學生 是不行的 是完全不行的 是完全不行的 所以剛剛是 做沉默的例子 我看到另一個 就是 來英的香港教師 他做了一些分享 在facebook上面 他有一個page的 他就說 我看到那個學生很有趣 想用手機拍他 但是不行 最需要有safe guarding 他都講得很清楚了 所以 其實老師是不可以 用手機來拍攝學生 任何的東西 好了 那你就會問了 如果我工作上面有需要 我是要拍攝學生的照片 或者一些parent的 evening 我需要拍照 那怎麼辦呢 你就必須要用學校的器材 所以這個就解釋了 因為這個其實 我就很早已經發覺了 在這個 我的兒子間學校 為什麼他會用iPad來拍照呢 iPad不是一個很好的拍照工具來的 原來那部是學校的iPad 規定了就是說 所有的照片就用iPad來拍照 拍完之後 由這部機統一發放 來放上網也好 怎樣也好 所以這個原來都是safe guarding的一個做法 好了 跟著 肢體的動作 我有朋友分享就是說 他在直辦期間 因為他是做這個陪伴的員工來的 然後那個學生掉了東西 他蹲下身來去收拾 那事後有同事提醒他 你蹲下的時候 你必須要在其他同事面前蹲下 你不要自己躲在那個位置來蹲下 其實對你來說是會不安全 原來這樣也有學問的 那樣 這麼厲害的東西 其實都需要去關顧 所以另外一些譬如說 當我看完這些資料之後 我就明白了 為什麼學校會這麼擔心 或者這麼緊張 我學生會不會回學 你如果一天不回學 你不醒覺的話 你不打電話給他 他會打電話問你的 很嚴重的 比如說三天 你是要在家裡的 那你不是那三天放假的 那時候是在上學 技術時你是在上學 不過我是在家裡的 所以那些學校 每天都會打電話去你家裡 問你你做過什麼 是這麼嚴重的 這些全部都是在家庭裡的要求 好了 剛才講過 其實老師其實不可以隨便接觸學生 包括你是不可以有他們私人的電話 或者學生是不可以有你老師的電話和WhatsApp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事要找老師的話 其實原來是14歲以下的 或者你只能夠通過一個系統 那個全英國的學校都在用著 那個叫Class Dojo 那所有資訊 發放 你和老師的溝通 老師想發一些學生 在課室上面做的東西的照片 等等都是通過這個系統的 所以給大家看看這個 Dojo系統是怎麼樣的 這個就是它的前面 有幾類人可以用的 教育、父母、學生 和學生 那個版面也很可愛的 比如這個 家長就會跟他說 今天我的兒子快要脫牙了 可能會在課室面脫牙 大家麻煩幫忙看著 那樣 然後就會說 他做了什麼表演 那樣 老師又會稱讚他 我們很祝福他 那樣 總之現在你看到 英國的教育制度 師生關係 一定要保持 有一個距離 不可以這麼安全 規範化 有一個規範在這裡 有一個規範在這裡 所以 那個規矩其實很濃厚 某程度上 有一種缺乏信任的做法 但是你又會發覺 同時間 你又在英國裡面 那個情況 其實已經很大程度上 美國化了 你 很容易跟別人聊天 你兩個人在街上 看見面 只要說 今天天氣很好 你就可以聊天 這件事 其實已經是英國化得很厲害 以前這件事 我想百多年前 是不會發生的 好了 講回這個刀足系統 譬如說 老師要分享一些照片 他就放上去給你們看 那些家長就可以看 什麼Like 等等 就完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整個 安全家庭的概念 貫穿了 應該這麼說 員工被入職之前 已經做了所有的訓練 你有了整套的概念 你才可以上去碰個學生 或者見個學生 法則的話 你是不可以入科室的 所以 在這裏教書的話 其實訓練 是會比香港多很多 甚至乎相關法例 你要知道 有什麼 跟學生溝通的方法 你要知道 就不只是一個 讀完之後 可以請你回來 就可以上去見學生 不是這麼簡單的 那是重視那個ethics的問題 我覺得是 是啊 所以這裏如果有私生的戀 或者偷拍的那些 就相當之大件事 你說是否完全倒轉呢 又不是 因為譬如說 看到有些個案 譬如說 我最近找資料 有個中學的老師 連續兩間學校 都有偷盔拍別人的群體的紀錄 教完兩間學校才被人發現 那這裏是否完全倒轉 又不一定 但問題是他的規矩是在 好 有沒有什麼要問 沒有 是的 差不多 好 今天就差不多 好了 那就下個月回來再見 我們就 好了 來到這裏 好 那就 好 大家